好 下面马上上场的是来自北京队的琪琪 资格赛在完成上出现了一些闪失 难度是拥有5.4 后团两周转体360度 又是一个一组的高难度动作 失误 后直1080接前团 力转1080 交换腿接环 向前匹刹接环转体180 后直900接前值 蹬转720过了 后直720 也是在场上调整了一些难度 其实我们看到 运动员在场上做的这种后团两周 看是不是这个啊 后团两周转体360度 这样的动作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 难度价值是一组0.5分的高难度 琪琪主要是在 我觉得是在起跳的时候还是腾空的高度不太够 所以它在翻腾和转体的时候没有留够足够的空间 转过来之后明显已经是险些直接身体除了脚以外的其他部位落地 这就比较危险了 还好是没有出现一些伤病的问题 但是运动员去挑战高难度动作的精神绝对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因为不能一直在这种自己的舒适区里待着 一定是要去挑战高难度动作的 它可以不转体 它可以保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完成的难度 但是它依然是选择了去挑战后团两周转体360度 这样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 不再舒适去待着 直接地冲破云霄 就是这边 以后在训练当中腾空高度再高一点 然后把这个步伐量好 因为刚刚可能也会不会是在空中的时候看自己快出界了 在脑子里会有一些想法 像这样的失误会在完成分当中扣掉比较多的分数 一般教练员会在运动员在场上出现失误的时候 就及时地告诉他出现问题的点在哪里 通常这个时候运动员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自己失误了 最懊恼的肯定是自己 然后正在自己非常遗憾的时候呢 教练员首先安慰他一下 然后再把问题告诉他 这样的记忆是比较深刻的 已经可以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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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五零零分 谢谢大家